展昭冲回SCI他自己的办公室 就开始翻箱倒柜地找起来 一路跟来的白玉堂和白池 见展昭一副心急火燎的样子 都不解地看他 猫儿 你找什么呢 小白 你还记不记得我上次买了一批旧的英文报纸啊 就是你论金撑来的那些 对啊 我记得就在附近的 不会是被我扔了吧 没 在你文件柜右边倒数第二个厨子里 真的 我来 这个行为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白玉堂走过去拦住要拉开厨门的展昭 说着 他侧身让开 猛地一拉厨门 迅速闪开 哗的一声 废旧发黄的报纸如潮水一般地涌出 展昭瞪着那座报纸山发愣 怎么会这样啊 当时你死灭往里塞的时候 我就知道有一天他一定会喷发 快帮我找 找一篇名叫 The Son of the Gods的文章 大概是八几年的报纸上的 众神的儿子 什么 小说吗 不是 视频心理学报道 白驰 来帮忙 白玉堂一看这些全是字的黄报纸就头晕眼花 招呼一边啃着面包的白驰 白驰放下面包 在裤子上擦擦手 也冲入了报纸堆中 三人快速地翻找着 白玉堂突然拍拍展昭 展昭一乐 赶忙看他 找到了 白玉堂摇摇头 用手指着指白驰 就见他正以一种非人类的速度 浏览着报纸 1978 1979 1980 以他的智商 每分钟至少可以看上万字 而且你信不信 他刚才扫过一眼了 都能背下来 真的假的 那不是比电脑还厉害 你们白家总算是出了个头脑发达的 嗯 哎 不对 四孟 你说我四肢发达 我什么都没说 你 啊 我找到了 正在两个当哥哥的又要开始斗嘴时 小白石喊了起来 展昭和白玉堂同时望向他 就见白驰费力地从把自己包围的报纸中爬了出来 仰着脸把手上的报纸递给展昭 哥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就是这个 乖 太能干了 看到了展昭眼中的笑意 白驰心满意足地眯起了眼睛 见白驰被夸奖 高兴地耳朵都搭了下来 尾巴摇得更欢的样子 白玉堂无力地扶自己额头 这小孩真是白家人 基因突变啊 展昭已经专注地看起了这篇报道 白玉堂好奇地凑过来 白驰也靠了上来 莫尔 这篇报道跟案件有什么关系啊 这是一篇关于人格分裂的早期研究报道 这篇报道里 把人格分裂的人 说成是拥有神赐予了特殊能力的种群 是凌驾于普通人类之上的物种 因此赋予他们众神之子的称号 我对这篇文章的印象很深 因为作者鼓吹这些众神之子 是人类最高端也是最终极的兵器 看 这里写的 谁能拥有控制这些终极武器的能力 谁就能成为未来世界的王 这也太符合这次案件的逻辑了 莫非这个作者是个预言家 哎 话说回来猫儿 这些报纸你都看过了 而且还记得 有什么问题 没有 没问题 继续 继续案件 这个文森特布朗 是什么人啊 白驰指着标题下面作者的名字问道 展昭难难地重复着这个名字 文森特布朗 文森特布朗 哦 是威尔森教授的本名 什么 莫儿 没弄错吧 那老头不是说人格分裂不存在吗 这篇文章怎么看 他都是人格分裂的绝对支持者 我也想不明白 会不会 他三十年前是相信的 后来就不信了呀 就好比 我十年前相信圣诞老人 十年后就不信了 白玉堂和展昭转头看他 白石乖乖闭嘴 就 就当我没说过 莫儿 我突然想到一些事情 好 这么巧 我也想到一些 你先说 这个案子的起因 是威尔森教授被狙击枪暗杀 那次虽然惊险 不过他很巧地逃脱了 这次 在他自己主办的晚宴上 他被自己的太太刺伤 那么巧又没死 嗯 表面上看起来 他是绝对地受害者 不过仔细想想 感觉很蹊跷 展昭赞同的点头 站下来 从桌上拿了一张白纸 和几支笔 我们先把这个案子的 所有人物关系里顺一下 首先 案子的几个被操纵的人 你们看 齐磊 杨峰 和乔恩 齐磊和乔恩有交集 就是狙击枪 展昭把两人的圈 划成交叉 中间的部分 写上枪字 齐磊是在他的 射击俱乐部里去的枪 而乔恩 和他又是朋友 而这两个人 都和彭玉有关系 没错 也就是说 这两起案子 都是指向彭玉的 聪明的白驰 学着展昭的逻辑 往下分析 齐磊和杨峰 其实没有关系 但是他们之间 却有另外一环 也就是贾正言 贾正言和乔恩之间 有交集 就是要 非常好 以此类推 案件是一环扣一环的 完整的犯罪 到最后肯定是 一个封闭的集合 也就是说 在贾正言和庞玉之间 必然存在着 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环 把他们彼此相连 那么 我们接下来要找的 是既和庞玉有关系 又和贾正言有关系的人 或者关系王 这两个人身份悬殊 工作性质也相差甚远 所以这样的人 应该不多 别忘了 这个人 很有可能 齐勒见过 展昭和白驰 同时惊讶地 抬头看他 白玉堂一脸奇怪 怎么了 不然干嘛要杀齐勒 小白 有没有人说过 说什么 白玉堂不解 莫非自己出了什么洋相 突然 展昭伸出手 猛揉白玉堂的头发 你有时笨得像个微生物 有时却比天才还要天才 啊 微生物 猫儿 我又降级了 埃子市广龙射击俱乐部的跋场里 马翰射完最后一发子弹 一旁传来了一阵口哨声 射击教练拍着手 看着射击把 我去 你可以去参加奥运会了 你绝对不是业余的 马翰放下枪 冷冷地朝教练看了一眼 转身就走 射击教练追在后面 跟着马翰进了更衣室 趁着马翰脱训练服的时机 教练跟他搭起话来 哎 你想不想做教练啊 你好酷啊 哎 没见你说过什么话 说真的 你是不是职业的呀 我是警察 你 哦 你肯定是狙击手 马翰疑惑地感觉到从刚才开始 就似乎有人在暗处盯着他 也许是躲在角落 也许是通过摄像头 他是有多年实战经验的狙击手 说到灵敏度 整个警局除了白玉堂之外 没有人能跟他比 马翰打定主意 这么多天不险山不露水的 今天就来个疯的给你们看看 成败或许就在此一举 那教练刚想说些什么 却突然感觉身边的气氛不对 抬眼看马翰 只一眼 他就惊得他几乎瘫坐在地上 此时的马翰眼睛睁得大大的 似乎连瞳孔都放大了 额头上轻轻蹦着 鼻翼微微地扇动 不同于一贯的冷酷表情 此时马翰的嘴边正挂着一抹 有些诡异的笑容 就这么低头看着他 好似另一个人 马翰缓缓地蹲下身去 伸手轻轻握住教练的脖颈 注视着他颈间的血管 仿佛随时都会张开 长满了獠牙的嘴 咬下去一半 你干什么 教练的声音有些颤抖 马翰似乎已经听到了 那个暗中偷窥者的呼吸 正变得越来越剧烈 接下来就是重点了 他的手指慢慢收拢 力气大的惊人 那教练拼命地伸手 拍打着马翰的手 但是感觉就像是皮肤汗术 马翰阴冷地笑着 紧乎是血 我 救 救命 救命 瞬间 马翰似是被针扎了一下 猛地一弹 他有些恍惚地放开手 看着好不容易挣脱的教练 教练捂着出现 青子手印的脖颈 惊慌地怪叫着跑了 马翰就这样呆呆地跪在原地 注视着自己的手 手还在微微地抖着 他痛苦地锤打着自己的头 发出一阵阵的顿响 然后像疯了般 猛锤身边的金属更衣箱 一遍又一遍 嗓子里发出 犹如幼兽一般的低吼声 痛苦中 无尽地绝望 他尽情地演绎着 展昭叮嘱他的每一个重点 每一个眼神都尽量到位 最后 更衣箱上已经鲜血淋淋 马翰才茫然地看着自己的手 颤抖着站起来 失魂落魄地逃走 马翰刚走没多久 只有一个人夺进了更衣室 刚才他在监视器前 已经很好地欣赏过来 感觉相当满意 他走到代写的更衣箱前 用手指触摸那还有些粘腻的血液 又一个优秀的恶魔之子 回到家中 坐到电脑前 马翰才回过神来 感觉说不出的疲惫 哥 你回来了 哥 你手怎么了 妈 妈 不能让妈知道 会被念死的 马翰连忙把妹妹拉进来 关上门 马星气呼呼地 从柜子里翻出医药箱来 给马翰处理伤口 看妹妹一脸的不高兴 马翰笑嘻嘻地问 学校怎么样 未来的大医生 才读第一年而已 神探 妈煮了某人喜欢喝的赤豆汤 不过某人这个样子 肯定不敢出去 马翰看着自己被包得 可以媲美木难一的手 苦着脸 星星 你也太夸张了吧 唉 看你那么可怜的份上 我先给你端进来吧 马星笑呵呵地走了出去 一会儿就捧着 满满一碗赤豆汤进来 清甜可口的赤豆汤下肚 马翰一天的坏心情 宣告终结 他突然想到了奇乐 年纪好像和马星差不多 不知道奇蕾死的时候 他是什么心情 如果死的是他 马星说不定会崩溃吧 他低头看着自己手上厚厚的绷带 凶手训练赢 该死 屏幕一闪 显示有邮件寄来 马翰有些不敢相信地 看着电脑 伸出去 抓鼠标的手 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 他费力地点开邮件 映入眼帘的是短短的一句话 听从你心里的魔 有你的枪 扫除不该存在的废品 署名 Killer Training Camp 马翰愣了三秒钟 猛地弹起来找手机 白玉堂坐在沙发上发呆 浴室里哗啦啦的水声传来 想象那大滴小滴的水珠 落在展昭的身体上 正在他响入飞飞时 突如袭来的电话铃声 把他惊了一跳 白玉堂拿出手机 差点蹦起来 连忙按接听见 喂 马翰 头 来了 什么 白玉堂觉得马翰的声音 有些颤抖 或者说自己的声音 也有些颤抖 凶手 凶手训练营来邮件了 快 快叫展博士 回复邮件 哦 好 白玉堂拿着电话 就冲到了浴室 伸手一把拉开了浴室的门 猫儿 猫儿 电话 电 就见阴晕的水雾中 展昭站在淋浴下 水珠沿着身体滚落 头发拢到耳后 露出了秀气的额头 白玉堂脑袋里乱哄哄的 只觉鼻子发痒 头脑发热 电话纳头的马翰 等了半天不见回音 正纳闷 就听一声大喊震天 老鼠 你给我滚出去 两分钟后 湿漉漉裹着玉袍的展昭 气呼呼地站在电脑面前 按下了电话的免提键 马翰 把邮件转发给我 好的 马翰快速地把邮件 转发给了展昭 点开信件 展昭扫了一眼 干得漂亮 你现在不用回邮件 不用回吗 展昭迅速地敲锡着键盘 给他发了三封信讯 马翰你看着 我给你发了三封信 分别标准序号 你今晚可能不能睡了 没问题 我怎么会 他会给你发很多遍那封邮件 到第二遍时 你回他我给你的第一封 等他发来第五次时 你回第二封 然后 你就可以睡了 等明天凌晨五点到六点的时候 无论他有没有给你信 你都发第三封给他 好 挂掉电话 展昭有些兴奋 看来马翰的行动 已经取得了大半的成功 起码确定了 那个社区俱乐部 和凶手训练营 有直接的关系 突然腰间微微一紧 反应过来时 他已经被白玉堂 从后面抱住 别闹 展昭红着脸 转身狠狠推了白玉堂一把 趁着他后退一步的时机 低头飞也似的 冲进了卧室 狠狠地关上了房门 白玉堂看着紧闭的房门 长叹了一口气 有些无力地坐到地上 最后索性张开双臂 大自行躺到地上 有些颓丧地摸摸自己的额头 马汉紧紧地盯着电脑屏幕 很快又来了第二封邮件 内容与刚才的完全一致 他赶紧打开展昭的第一封邮件 箭写的只有三个字 你是谁 尽管不太明白 但马汉还是按照指示 把邮件重打了一遍 发送过去 随后是将近一个小时的沉默 第三封邮件终于到达 依然是一样的内容 晚上十二点左右 第五封邮件到达 马汉赶紧打开了展昭的第二封信 写的是 扫除不该存在的废品 是对方邮件里的最后一句 他还是照样打了一遍 发送 然后邮件又多次重复地发来 马汉一直都没有回 而是坐在电脑前 盯着右下角的时间显示 虽然展昭告诉他 之后就可以休息了 但是马汉却静静地坐着 直到天空渐渐地变亮 五点半了 马汉打开了第三封邮件 就先写着 魔一醒 点击发送 两分钟后 对方来了回信 附件里有一张图片和一份简介 名字是猎物 打开图片 是一张男子的照片 马汉缓缓拿起了电话 这一宿不仅马汉没睡 白玉堂和展昭也是一人半边床 睁着眼直挺挺挨到天亮 白玉堂小小地佩服了自己一把 行啊白玉堂 这样你都能忍 干脆别信白了 姓柳吧 展昭小小地庆幸了一下 小白啊小白 我以前都错怪你了 我一直以为你是流氓 没想到竟是个君子 马儿 什么时候让我做 不要说那个字 马儿 你到底是不是真心呢 死老鼠你说什么 不是真心的谁会让你轻 哎呀 马儿 你知不知道我一看见你就会有冲动 你看见我没冲动的吗 你不要讲得那么明正圆顺好不好 白玉堂盯着展昭看了半天 突然伸手解自己睡衣的扣子 展昭一惊 抱着枕头退到床边 你干什么 是不是你没看过 我偷光了给你看看 你再感觉一下 话还没说完 白玉堂就被展昭一脚踹下 死老鼠 暴露筐 能脑袋上来装豆腐的吗 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东西 猫儿 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展昭愤愤地抱着被子 在床上生气 眼睛却溜溜瞟过去 这耗子 还有八块腹肌呢 电话铃适时地响起 白玉堂一把坐下来 和展昭对视了一眼 快速拿起电话 果然是马汉 头儿 有进展了 他刚发了猎物给我 猎物 我转发一份给你们 展昭已经快速地打开了邮件 白玉堂也凑到近前 点开照片 两人就是一愣 照片里的男子 是上次在M大遇见的 奇乐的经纪人 张华 两人看着张华的照片 都皱起了眉头 一方面是因为 又一个不相干的人成为了被害的目标 另一方面 这个张华是白氏集团的员工 和白锦堂扯上了关系 马汉听不到这里的答复 就催促着问 喂 喂 头儿 我用不用回复啊 哦 不用 那接下来呢 马汉 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跟你讲的第二种状态 记得 就是介于正常和市场之间 偏向很利的那种 很好 展昭微微赞叹 马汉不愧是个优秀的狙击手 心理素质绝对不是一般当机的 你就维持那种状态去俱乐部 对方可能会联系你 到时候 就只能随机应变了 不过你只要记住 保持那种状态就行了 明白了 马汉挂掉电话 白玉堂立刻打电话给蒋平 让他调查有关张华的信息 接下来怎么办 张华很符合我们昨天推断的那个中坚环的角色 他认识齐了 现在只要证明 他跟贾正言和庞玉有关系就行了 我想去贾正言家调查一下 马儿 咱俩想到 一块儿去了 两人转脸对视 确实一愣 这才发现 刚才因为挤在一起看邮件 二人靠得很近 几乎是肩膀挨着肩膀 展昭看着白玉堂 眼中有一丝歉意 我 还没准备好 马儿 没关系 我可以挡 你不用强迫自己 慢慢来就好 我不会乱来的 放心 展昭听得鼻子发酸 心里也是柔软 凑上去 在白玉堂的嘴上浅浅一吻 然后就红着脸跑去洗脸刷牙 白玉堂浑浑噩噩噩地走进厨房 煮粥 看着如镜面般光滑洁净的瓷砖上 映出的自己 默默叹气 公孙 公孙双手插在雪白的风衣口袋里 悠闲地漫步在清晨的街头 这两天 他一直在家里闷着 吃了睡 睡了吃 稍早就退了 身上也不疼了 只是无奈白玉堂要求他三天不要去上班 无所事事的他只好出来逛街 幸好今天天气不错 只是 看着眼前半小时内第八次巧遇的白锦堂 公孙彻底无语 这回 白锦堂脸皮再厚 也有些尴尬的意思了 索性跟在公孙身后 陪他一起逛 身后五十米处 穿着风衣戴着墨镜的双胞胎 悄悄紧跟 情况怎么样 不对呀 气氛完全不对 我们俩出去办事这几天 一定有事发生 莫非 可恶呀 竟然趁我俩不在的时候 啊 公孙基地铁站了 大哥跟进去了 话说 大哥坐过地铁吗 没 还应该连零钱都没有吧 白锦堂在后面有些焦急 这个地铁票要怎么买 公孙要进站了 公孙 哎 哼 就知道我没做过 实在没办法 白锦堂对身后喊 还不出来 大丁小丁 只得战战兢兢地走上前 拿零钱给他们大哥买了张票 白锦堂转身就追 二人很不幸地赶上了上班的早高峰 地铁里的人挤得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 不过公孙的不幸就是某人的幸运 最后时刻 白锦堂还是追上了公孙 一起挤进地铁的白锦堂 惊喜地发现 地铁是这个世界上最人性化的交通工具 为了保护他的宝贝不被挤到 白锦堂把公孙拉到车窗边 伸出双手撑住车窗 将公孙护在自己的怀里 偷袭不成十八米的公孙 只好转身去面向车窗 只是那人温热的气息 还是在自己耳边 熟悉的体温和怀抱 让他不禁想起那个 不堪回首的夜晚 莫名地感觉有些冷 肩膀不受控制地 轻轻颤抖起来 白锦堂感觉到了公孙 隐忍的恐惧 微微地退开一些 公孙 对不起 公孙一愣 这是白锦堂第二次跟他道歉 却是第一次说对不起三个字 不知何时挤到了两人身后的双胞胎 看准时机 猛地推了白锦堂一把 白锦堂很配合地 扑到了公孙的身上 公孙惊得全身僵硬 短促地惊呼了一声 有些惊惧地看白锦堂 白锦堂伸手抱住不自觉 又开始发抖的公孙 紧紧将他拥住 在他耳边说 别怕 我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别怕 慢慢地 公孙恢复了平静 回头瞪了白锦堂一眼 白锦堂立刻乖乖放手 向后退开 脸上的笑容却是慢慢放大 因为公孙终于瞪他了 双胞胎在远处摇手卷 头一回看他们家 这个呼风唤雨 仗是欺人惯了的老大 这么吃饼 一个字 爽 一上午 白锦堂跟着公孙 在S市的商业街上逛 公孙似乎是没什么目标 也没什么想买的 只是一家店一家店地逛 这里看看 那里看看 似乎心情不错 旁边一家工艺品店的橱窗里 放着一排水晶的小动物 白锦堂一眼就被并排坐着的 一只小猫咪和小老鼠吸引住了 这不是玉堂和小招吗 公孙 等一下 你看 像谁 白锦堂指着橱窗 公孙想保持严肃 但还是被逗笑了 这小猫和小老鼠 一个呲着牙 一个翘着尾巴 简直像极了那两人 你等我一下 我去买下来 白锦堂快步进到店里 付钱买东西 出来时 却是一愣 就像公孙正站在路口 跟一个他没见过的男人说着什么 那男人突然伸手 似乎是要派公孙的肩膀 白锦堂反应过来时 已经冲了过去 一把抓住那人的衣领 将人按到了路灯上 你 你干什么 白锦堂 你疯了 不是他想碰你啊 我 我只是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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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放手 白锦堂一愣 有些犹豫 公孙上前拉开白锦堂 赶忙向那人道歉 那路人被吓得不轻 陶野似的就跑了 白锦堂有些沮丧地站在那里 公孙回头皱眉看他 你是儿童暴力吗 就不能好好解决 我 我以为 他想动你 你要是还想见我 就改掉这个毛病 白锦堂呆呆地站在原地 刚才公孙说什么 他说还想见他 也就是说 等一下 我改我改 不过 我有时会不受自己的控制 你可不可以在我身边 随时阻止我 身后的双胞胎继续摇手绢 这哪是他们的野狼大哥 简直就是一条摇着尾巴的大型犬 在回去的地铁上 白锦堂依然充分地享受着地铁的拥挤 紧紧地护住公孙 公孙 原谅我好不好 我会改的 公孙不语 站在原地 任白锦堂一点点贴近 却没有躲开 S市彩虹城时壮的二零六市 就是贾正言的家 单身一人的他 留下的只有简陋的家具陈设 和满屋子的书 进入房间后 展昭和白玉堂开始翻箱倒柜地找起来 目标 相册和日记 展昭浏览着书架上的书名 白锦堂打开了电脑 查看里面的文件 这老师看起来还蛮正派的嘛 是啊 书也看得很多 都是教育心理学之类的 教学笔记也做得很仔细 他好像很关心学生 展昭翻着翻着 找出了一本 年代有些久远的相册 翻看了起来 是高中的毕业照 展昭一页一页地翻阅 其中的一张 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一张女高中生的相片 照片中的女生 有些眼熟 像谁呢 拿起那张照片 展昭仔细地端详了起来 这时 门口传来了一阵 清脆的金属撞击声 似乎是锁链 白玉堂一惊 冲到门口 可是大门怎么也打不开 他下意识明白 是被什么人在外面固定住了 玉堂 刺 展昭走进门口 却被白玉堂反身一把拉开 只见大量的液体 透过门缝涌了进来 刺鼻的汽油味 两人瞬间白了脸色 白玉堂猛地注意到 贾正言家摆设的不对劲 为什么没习惯 放在了门口 二 走 两人冲到窗边 才发现窗户装了防盗窗 这时 火已顺着门缝烧了进来 白玉堂伸手掏出箱 对着铁窗的四个固定螺栓 各开了一箱 纵身跃上窗台 一脚快飞了防盗窗 展昭拉着白玉堂的手 站到窗台上 新界小区的二楼 一般都等同于三楼 因为底层有车库 他们所站的位置 有将近十米高 白玉堂率先攀到 下一层的防盗窗上 伸手 莫儿 来 展昭微微有些犹豫 白玉堂一脚勾住防盗窗 再次伸出双手 展昭跨上一步 也向下跳到了防盗窗上 白玉堂一把将它拽到怀里 跳 啊 跳 展昭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白玉堂拉着纵身往下跳 这一层离地面也就五六米 白玉堂在着地前向上抛了展昭一下 自己就是一滚 再迅速接住展昭 二人快速隐蔽到墙根 轰的一声巨响 二零六式的窗户随着巨大的爆炸气流飞了出来 还有大量的纸张和书籍 周围的居民受到了惊吓 纷纷跑了出来 有没有受伤 白玉堂第一件事情是查看自己怀里的展昭 展昭摇头 脸色有些白 白玉堂突然笑起来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爬树的事情啊 干嘛 你经常上去了就不敢下来 都要我带你下来 现在也是呢 猫儿 你说 要是没有我你要怎么办 展昭狠狠白了那只翘尾巴的耗子一眼 这白老鼠最近常说些甜言蜜语 二人略带狼狈地走到汽车旁 总算还是保住了命 那个放火的人是诚心想烧死他们 这也证明我们已经很接近谜底了 只可惜 贾正言家里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不见得哦 就带出来这一张 觉得眼熟吗 展昭身手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泛黄的旧照片 给白玉堂看 白玉堂拿着相片端详了半上 在哪儿见过呢 本来我也想不起来的 不过刚才一下子灵光一闪就记起来了 你还记不记得你哥那次晚宴上和公孙讲话的那个女人 哦 那个女的 哎 叫什么来着 叫方静 和张华一样 都是经纪人 也就是说 这里有戏 没错 有戏 你觉不觉得这个案子到现在都是我们在被牵着鼻子走 很不爽 猫儿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 这次 也该我们耍耍他们了 那个凶手训练赢